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 以及新西蘭的法輪功學員 日前再一次同步行動 將新整理出的一批迫害法輪功的惡人名單 遞交給了本國政府 要求政府對這些人懼罰簽證、凍結資產 在此之前 他們在今年9月份 也遞交過一批迫害者名單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 今年5月底 明慧編輯部發表通告 預請海內外的法輪功學員收集整理迫害者名單 並向《明慧網》提交後 他們已經收到了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提供的 大量參與迫害人員本人及其親屬、子女、資產等的信息 他們將會不斷地分批從中選取、整理 翻譯這些人的迫害事實材料 送交給一些民主國家的政府 要求予以制裁 香港警方在封鎖理工大學近兩個星期後 11月29號宣布解封校園 交還校房管理 據香港電臺報導 里大附近的道路已經重新開通 里大校長滕景光表示 過去兩週 校方成功勸說1100人安全離開 其中300多人是中學生 46人是里大的學生 警方則聲稱 在里大事件中共有1300多人遭到拘捕 登記身份的18歲以下人士有318人 在解封之前 警方在校園進行了兩天的搜查 但沒有發現留守者 中共對言論的審查似乎無所不在 德國之聲報導說 只在為世界各地的孩子們 帶去快樂的聖誕郵局也受到影響 報導引述消息說 德國城市西莫爾·施塔特的聖誕郵局 今年收到的來自香港的信件比往年減少了很多 聖誕郵局的門事部負責人向媒體表示 不僅如此 這些為數不多的信件 之前也已經在中國被當局打開過 因為很明顯 信件是被拆開後又重新封上的 這位負責人說 他們在回信時不談政治 但是由於香港的局勢 郵局在聖誕節前會收到多少來自那裡的信件 現在還很難說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